10号 哈萨克总统托卡叶夫定调 这几天的哈萨克动荡是一场没有成功的政变 这个月7日 托卡叶夫下令安全部队 不用警告就可以对民众开枪 这几天哈萨克已经有7939人被捕 164人死亡 9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严厉谴责哈萨克当局 并呼吁撤销射杀令 布林肯并要求哈萨克说明 为什么哈萨克需要由俄罗斯领导的维和部队 平息境内的动荡 几日布林肯曾说阿萨克可能还难以摆脱俄罗斯的大军压境 他指出近代历史的教训之一就是一旦俄罗斯盘踞于此 有时候想要摆脱他们非常难 新唐亚太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